国立台东大学大力推广友善环境耕作 而为了提高推广的深度和广度 校方特别在台东校区教学大楼三楼 成立了友善环境农渔业推广中心 希望让友善环境观光结合 创造台东有机生态村 为了加强推广友善环境耕作 并陪立农村推广有机农业促进区 台东大学21日宣布成立 友善环境农渔产业推广中心 同时培立农村推动有机农业促进区 台东是可以说是没有空气污染 那也是自然度最高的地方 台东也以观光为主要产业 那这个两个刚好又可以结合 所以我们学校呢 我们在理工学院呢 就特别成立友善环境农与产业的推广中心 希望以这个中心呢 持续累积的来推动 就是这个宣导这个政策 截至今年10月 台东大学共审任了276公顷土地 共216位农友为友善环境耕作 而其中以长冰箱76.9公顷为权限最多 透过友善环境农与产业推广中心的成立 农民不仅能借由平台相互分享经验与技术 也能及时获得最新农业资讯 比方说我种什么东西 要遇到困难 不知道走 虽然是有能农改场 可是感觉很远啊 我们现在有这个平台 或许我们的距离可以拉近 对我们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实在真的是偏向中的偏向 推广中心主任表示 期盼透过友善耕作模式 结合观光旅游 有效提供部落产业能见度 营造多角循环的农业商机 记者找文杰台东市报道